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们师父讲的这个基本管理 对吧 温度室的基本管理 虽然它是途径见面 但是我说 对不对 它可能跟咱们的个人用户的管理和操作 还是有区别的 OK 跟咱们普通的温漆啊 这些东西 其实我说 昨天讲的这些东西 温漆当中都没有实现 OK 不管是本件衡策略 还是这个磁盘的这个动弹磁盘 还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主策略等等这些审核策略 温漆里都有 只是你们可能从来没有用 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 对吧 那这个东西对服务器来讲 是最基本的一些维护 那温度室当中如果要想说 把温度服务器来转的话 它其实里面设计的东西也非常多 那好 今天呢我们开始来讲它的服务 各位 服务这个东西呢也是 怎么说呢 并不是需要你们 它是配起来的非常简单 图定在这 下一步下一步是不是就黑了 关键还是什么 关键是原理吧 关键是原理 OK 我们这里只讲三个服务器 我们说 Linux当中能够实现的所有服务 在Windows当中 什么办案都可以实现 所以我们在Windows当中讲的这些基本服务 在Windows当中 全部都是有对应方法可以实现的 全都有 但是 都可以 全部都能实现 要不能实现的话 它也不会生存 对吧 什么东西 只是 我们说 Windows的服务器 现在是不是不是重要 最起码是用的不够 没有Linux多 明白 所以我们这里 只挑三个常见的东西 让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这些服务的东西是什么 OK 什么叫服务 好吧 那我们先来讲今天讲第一个服务 也就是DHCP 各位 DHCP呢 是动态主机分配协议的 这个 这个 简写 OK 那么 它的主要作用是干嘛 它的这个 作用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注意啊 DHCP只能在局域网里生效 一般情况下 它不能跨纹段 如果要跨纹段 我的意见是 你最好可以在每个网罐当中 配一个DHCP OK 但如果你不想拿出那么多服务器 那么 DHCP是可以做中继的 中继 中继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了中继 它是可以用一台服务器支持两个网罐的运人分配 能不能 但是 这个东西小过来说比较好 而且 也用到了不多 DHCP里面的案例很小 在局域网内 其实压力都不大 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局域网 一般上都是 OK 所以 一般一个就够了 但是你小心啊 我一直在说一件事 它可以干嘛 自动分配要去记者嘛 但是 它能在公网上要用自动分配了 我是不是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这是一个局域网协议 OK 但是 要是它不能跨入流的 它要跨入流的话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 听懂吧 但是 如果我申请的都是公网IP 没问题 我都是公网IP 但是呢 我在公网单中就是一个网站 比如说 我买了一个CV的公网网站 可便 那可以用DHCP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也就是说 它不能跨入流 不能过去 公网站过不去 但是 在同一个网站之内 不一定非要是那边网站 外网站里面非准备 听懂吧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用这个 你觉得你们现在还自动获取过吗 没有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少 当时为什么用这个 其实我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 最开始的时候 绝大多数用户 连怎么PIP都不知道 我们说过 在我们的DHCP当中 在这里是个PIP计准备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普通用户 连怎么PIP都是 其实 现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我们是个 用计算机的人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熟练的 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配 他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他不理解 什么网关 这个 IP分类 这些东西 他不理解 网关 DNS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给它 你刚才能配 快能配着 因为他知道在哪里 不再像连接 能听到 所以现在呢 逐渐性的 不再使用 DHCP用的就比较少了 因为 就像咱们学校 二有说 咱们学校一个班级 坐满的话 几天的班级八十多年 二有说 要是没有DHCP服务器的话 我们的IP计准就没办法用 为啥 因为C位总莫多长IP 二来五四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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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多的人 基本上我跟你讲 你就会发现 你坏的IP 这个IP就会讲 坏的就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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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办法制造实用 所以好 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考虑这些片 但是 咱们现在做的法是什么 用严格的用 也就是说用行政手段来显示 什么意思 我规计 你们每个人是不是能用某一个IP 谁要必须想原谅 你们知道吗 那这种情况 在公司和企业内部 非常容易实现 在学校不太容易 为啥 你们在企业当中是干嘛去的 中钱就了吧 那你只要违反规章 我什么就空你钱 这东西是很容易 就是个限制的 你们知道吗 学校的时候不是这样 尤其是那些人 就是你不想去 你爸你妈一定逼着你去的那种学校 对 那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我就不在 你也干不了算 大乱八开除了 我还出事不得 是不是 但是咱们因为是社会人去 咱们学校因为是社会人去 跟那种大学类的院校 还是有很大区别 所以呢 你们绝大多数的来这里 都是有明确的目 你是不是还是想学的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行政手法来要求大家 就跟公司一样 对吧 其实我说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咱们所有的公司是不要求的东西 那我们提前是不是就提业了 没办法说什么 咱们其实这也算是一个特色 其实我说 哪个学校做得好 他们是不是都有一些特色 然后呢 其他学校是不是就开始学 导致现在基本上 最基本上 就是什么 表面上看 都差不多 诶 你去哪个学校好像都很严格 是吧 但是等你学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能感觉到区别 其实我告诉你们 在学校来讲 你们看什么区别 就一件事 他敢不敢开除你 他要敢开除你 为什么我这么说 开除你不开除你影响的是什么 说一句吧 我们是不是就是正学队了 那开除你是不是 开除一个人是不是就少成一个人 没错吧 很多学校是不能老实了 把你臭骂一阵 罚两分 罚两钱 什么拉倒 但是咱们这边是 每个班 咱们这边人数少 咱们还好 好几个班 一般不会 但是匹匹班 每个班都有两到三个人的 这个开除力量 每个班都有 你就是问你很多分 可以扩充 可以往上 那听起来的东西就是 就是 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行政策 来限制我们的学员 其实一个目的也是 严格的学习技能 让大家是不是可以 长期保持学习状态 对吧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清先感受这个企业文化吧 企业当中是不是就这样的 你三天两头不上班 你试试 要不然一个月就把你开除了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 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 我们对互联网认识的人 巨多 现在这个 这些新皮服务器 现在用的确实数量不够多 用的很少 但是 我们说 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比如说 我的服务器 巨多 或者说我的使用人数 巨多 每个人手工分配很累 在一个 什么容易出现的 这个充电 那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只是 现在可能 怎么说呢 就是在办公场内下 确实用的很少 原因很简单 你们现在不太满意 就是说 原先情况下 你只要在哪儿往前接 是不是你能上网 该干嘛干嘛 是不是大家就满意了 现在大家不满意 哎 我为什么能上网 我这个人是什么 我想看什么 所以现在用的人不多 但是 它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一个服务 OK 而且不难 我们首先 解释一下 它就是在机制器器里做的 可别 安全可靠近的 有没有问题 啊 有没有问题 好吧 这点的好处 先说管理人的工作量吧 哎 如果你的所有受关 他都不会配演片 那这样做的不过是 你是不是需要给美人手工去配演片 啊 我说啊 我们当年 在公司 我们那时候 没有内网的工程师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就说 整个技术部门最累 最忙的人是谁 是内网工程师 也就是维护 这个公司电网的这把家伙 每天都在网 忙着这个脚裤跟不辣 后脚事儿 天天就不在工作上做的 为啥 谁的电网出了问题的时候 就抓紧 什么问题都有 什么问题都有 如果你说普通的中国军毒 中国木马的 不会清除 让他来杀 还有可能 还可以 但是他不 他什么都用 比如说 什么书法叫不出来了 Office不会用 然后 反正是什么东西都有 那段时间就 能把你发现就是 最对的就是内网 而且你还 学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是 全都是重处工作 那最可恶的就是 配钱 有些给他说 配什么不知道 然后还得再配 但是就算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们也还是没有使用GTCP 还是没有 服务器用 我们有的是服务器 但是还是没有用 因为最后一算 其实你去用GTCP也并不方便 为常 我们如果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给 我们如果想监控它 我们需要干嘛 把它的GTCP IP地址 和它的网卡麦地址 绑定在一起 也就是说 只有你 是不是能不能干净 别人是不是 谁也不能有 那我给你 你绑一下 麻烦了 一样的话 是不是 还是要把你所有的 这个电脑打开 那个 网卡上的麦克地址号 是不是抄下来 然后在我的服务器上 就多加一条规则 然后把它加进去 138 后来就发现 算了 我们只是把每个人的麦克地址号 抄下来 IP你随便 改完之后 很出了一次 我说查麦克地址 听懂吗 当然 不是说随便买 还是给一些规计 就是说 除了打 就跟在学校一样 打了一个表格 你只能有默克地址 你就不要抄接人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对吧 只是咱们 因为数量太多了 咱们没有绑子 没有记录 卖的意志 没有记下来 如果记下来的话 其实能好一点 但是咱们还是好 因为咱们上网的人数不多 你协大公司学员 是不是都不需要上网 当初咱们一下 是不是一百号人左右 不到一百号 北京小区现在不到一百个人 没错吧 错了 错了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减少 管理员的工作量 没问题吧 知道了 说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不是就是 避免做出动 最主要的是 避免MP冲突 极高万 极高万F66 对不对 如果你配的DLCP 有254个MP 你就能支持250的 甚至更多的计算机 但是如果你是首个分配MP 我告诉你 给你254个MP 你能正常分配出来一百个就不错了 但是 人是很奇怪的 你觉得这个技职好 能有别人的用 别人也这么想 真的 我告诉你 不要说一百个人 在我们的教室当中 如果没有规划 六十个人 你就会觉得 你再也找不到一个 麦皮KMP 所有麦皮都给你了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很可惜啊 但是用DLCP 这个是不是就要高很多 那扣端是不是更加简单 不需要做任何费选 不要干嘛 选资格或选资格就可以了 那它的这个好处还是很多 OK 那好 自动分配 这个不能用就使用 它还是会那个什么 一般都是动裁分配 而不愧是这个 手工分配是可以的 各位 什么意思 我拿出一个网络 254个MP 你们所有人 是不是都是随机登陆 随机使用 但是 我可以指定某一个计算机材IP 只分配给某一材件的 比如说 在局域网内有文件服务器 我再需要它上台下载 要不 在局域网内有打印的服务器 它需要连打印机 有吗 有吗 我不能让它是动台IP 要干的话 这会出现什么地方 你每天上班 你来得很早 然后查一下这台服务器IP是什么 然后站在门口 来一个人告诉他 今天这个服务器IP有多少 今天是这个 今天是这个 明天就是另外一个 不可能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某一个 麦克林区 只给你一个固定M线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手工指 这样 那你越来越来越来越说 我所有的计算机都可以手工指 给它给M线 这样的话 但是我说是不是还是很麻烦呢 好了 这段话来做什么 但是各位 这是我们的DGCP的租约请求过程 好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如果当客户居选择的是自动获取 啥意思 我现在不是手工分片 而选的是什么 自动获取 OK 我只要确定 我只要确定 你的客户居会干嘛 他会在你的整个网段当中 发送广播 至于 我说 这种请求是不能夸路由的 OK 广播嘛 我们说了是不是只有在举一个网那时才有效 其实不一定是举一个网 只要我们是举一个网段 是都可以帮忙 能听到我说什么 好了 他也会发送广播 然后呢 找 咱整个网段当中 有没有局面的DNCP图形 可能 如果有 他是就会想念 啊 说 我在 哎 我有 如果没有 怎么办 待会再说 如果没有 如果有 他是就会想念他 啊 那好 想念之后呢 他要呢 告诉他 我要确认从女者获全聘 OK 各位 我们把上的那个叫租约请求 下的第二个叫租约想念 OK 第三个叫租约确认 OK 第四个叫租约见命 明白 什么 他就会给他分配IGD纸 四个请求过程 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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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我有问题 你们都没问题 我有 那我如果在局网内 有两台 技術线 会出现什么情况 嗯 如果我有两台 会出现什么情况 嗯 会出现什么情况 啊 如果有两个怎么办 那 各位 那肯定就是什么 啊 谁 先想念 是不是谁 这个 是不是谁分开 能听到 看谁快 啊 那这个时候 就有个短信的地方 什么意思 哎 如果我在局网内 拿Linux来配一个DGC OK 我就拿 Windows配的一个DGC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 大家都会从Windows回去 而不会从Linux回去 对 也就是说 Windows的响应 没问题 而且 不一定是 Windows的响应 没有Windows快 而是什么 我们绝大多数客户端 都是Windows 他跟Windows的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更加方便 OK 所以他想要Windows快 那说为什么 这时候是 就会出现 DGCP的服务器的竞争吧 啊 这个事情是很恶情 不是啥 我正常配的一个DGCP服务器 放在了G网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通往它做练习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学在学DGCP 你做了一个练习服务器 给上大师傅随便 写的CP就成 能听到我说什么 然后呢 就惨了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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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管理员根本不能控制 你的科目机 是从真正的服务器上获取 还是从 练习服务器上获取 如果它从练习服务器上获取 它的网织就上网了 而且 你是没办法控制的 军队网内任何一台的科目机 都有可能去搭自己的DGCP 明白 所以呢 我装用训绩是比较好 然后导致什么 本来是不是可以正常上网 然后呢 大家是不是全都乱难 然后呢 跑过来都骂你 咋个事啊 你干了什么二事啊 你怎么这么二 你看 弄不好就开心 这还真不好说 为啥 你还是很难判断 是谁打的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你只能看到它在IP 如果你要没有记录过在地址 我们曾经做过这事 啥事 我们整个公司的时候 有DGCP 然后呢 我们上课做练习的时候 我们自己去做练习 今天没事 大家看DGCP玩了 大腕 好 跨心一下 一半个人上刀 然后跑过来骂人 然后还不知道什么的气 最后发现 有个二货 在自己的训绩下起来 DGCP 然后把人给弃运过去 这种事的话 逼扭 它是完全没办法控制 谁想进去 或者说 它同时的你却获取IP 是无法控制的 能知道吗 能知道吗 这是很讨厌的 OK 好 还有问题吧 有吗 OK 我刚刚是不是说 G网面是有这台 或者多台DGCP服务器下来就好 那我说 但是G网面没有DGCP服务器了 甚后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 不是 不是 在XP以前的文章上 这位训练的文章上 这个训练会每隔一段时间 然后再发 他会不断的去问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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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在XP以后的文章上 看 它干嘛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他给他自己是不是随便给的一批 他欺骗了他自己 认为得到的一批 但是这个能用吗 不能用 为什么能用 如果他不断地去发起请求 他是不是会把 他发的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网络 是不是有可能会把你给的局 但是他是不是会站住 能不能够吗 所以他一开始去发起请求 但是旧的能够 他会不断地出示 能够用时间 不断地出示 OK 但是现在心的不会 还有这样的 是不是你自己在那边讲 然后呢 是不是你就先认个 但是他不再发送往后 除非你再重新确认 能不能够 知道你说什么 清冷了 它是这样的 OK 所以啊 如果你发现 你来一批是因为 你从来没见过的讲 说的是啥 你拿到一个讲的 不是用一个正确来说 你这肯定是什么 听懂吗 在虚拟界里这种情况也有 听懂吗 小心 好吧 那好 那这是苏约请求的过程 也就是获取苏约的过程 可不可以 可以吗 那还有一个呢 各位